各位朋友,《國安法》已經實施了幾天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我這句話不是開玩笑,我這兩天約一些民主派朋友下星期見面的時候, 在WhatsApp上有些朋友會加個括號,說何時何地我們會見面,假設我沒有被捕。 其實對於一些人來說,現在會在《國安法》下遭受迫害是一件很真實的事情, 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真實的危性,至少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很真實的,是一個危性。 上次我們講過一個好像林憲堂先生那樣,他講到就說聯邦不居, 香港現在的確是一個危性,是否應該在這裏生活下去呢? 但如果你說到聯邦的話,我想大家上一上,1949年, 剛剛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時候,肯定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危邦、聯邦。 在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要走呢?有一個人物在歷史時間裏面做了一個決定, 是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是很難去到明白的, 那人叫陳仁確,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歷史學家。 我今天就要講講他的故事,為何明明是處於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他仍然都不走的。 我講的這個人物,陳仁確先生,這個故事是記錄在陸建東所寫的 《陳仁確的最後二十年》這本書裏面的。 這本書的作者,他就講了,其實去留問題,走還是不走呢? 其實都可以說是陳仁確一生的懸念來的,這個問題不是容易解決的。 當時在國共內戰,國民黨大輸了,1949年他要離開中國去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他靜悄悄是有一些偷運的計劃, 偷運些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了,如果現在去台北,你見到有個故宮博物館, 有一些很好的珍藏,其實就是當時在中國北京裏面 是帶離開了當時中國北京的故宮,去到台灣的。 另外亦都是以百萬計的黃金,亦都是為了去台灣的。 這個對於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 但還有一件事就是它有一個叫做偷運學人計劃, 當時就是希望能夠將在北京裏面一班著名的學者, 是可以將它送去台灣那裏, 不要讓它留在中國裏面是可能會遭受共產黨的迫害的。 當時在北京上飛機,先飛去南京,然後在南京轉機去台灣。 上飛機時這班學人,第一個第一名是胡錫, 大概都認識他了。 在胡錫的後面跟著上飛機的位置就是陳仁闊先生。 陳仁闊教授在當時已經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歷史學家, 在清華大學任教,是一個國保級的人物。 如果你看陳仁闊的身世其實是一個書香世代出來的, 他爸爸和爺爺都是清代裏面的官員。 當時他爸爸和爺爺都捲了進去維新派裏面, 去推動中國是要維新的。 但結果你都知道維新派是被慈禧太后以至保守派打壓。 所以他們最後來爸爸和爺爺都是被貶抑的。 他爸爸最後來甚至是絕食而死的。 他是來自一個這樣的書香世代的。 所以在這樣的培育裏面, 他很早已經是有能力去到美國哈佛大學, 是讀書拿了一個博士學位的。 跟著你發覺他其實那個才華是非常之多的。 他認識的不止說很多國的文字, 他厲害的地方還認識很多古文。 古文字能夠掌握到很多古文字, 對於研究中國的歷史是非常之重要。 他有這樣的才華, 有這樣的學術的背景, 在當時可以說是不得了。 牛津大學也曾經要打算聘請他去牛津大學當教授。 但結果他仍留在中國裏面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 陳人康接受西方的思想, 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關懷。 他將這兩件結合起來, 他認為在中國裏面有一個使命, 就是要推動一種學術的精神。 那個學術精神是怎樣呢? 兩句說話,或者一句說話都可以這樣說。 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 他覺得這就是一個我們應該要崇尚的一種學術的精神。 當時從北京去到南京, 大家飛去台灣嗎? 他不飛去台灣, 他反而落去南部裏面, 成為了嶺南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其實陳人康是很開心, 即是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很著弱, 所以要留帝起來。 他不是這樣。 他反而其實是很深深地去到看見到, 華夏文化, 或者中國整個傳統文化, 其實是慢慢慢慢走下坡。 他看見這套共產主義, 看見這個共產黨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等等, 其實他預示得到中國文化是會進一步走下坡。 所以他自己就說, 他對於中國文化是有一個這麼強烈的抱負, 他希望去研究它, 希望去發展它。 即使這套文化現在看著, 可能會慢慢慢慢走向沒落也好。 他覺得他有一種心懷, 他有一個心懷是怎樣呢? 他要與華夏文化共浮沉。 他要與它共浮共沉。 這裏其實可以引起一段說話, 去看他怎樣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 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敢受苦痛, 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越宏, 則其受苦亦更加越深。 即是說他越愛這套文化, 他看著它衰落的話, 他痛苦越深。 而這種痛苦越深, 不是他覺得他要離開就可以解決的, 他呈現見證著他的浮浮沉沉。 這就是他留在中國, 而不去台灣的一個原因。 當然第二個原因就是, 當時其實他身體已經有事了, 他是事莫莫脫落的, 其實我都是事莫莫脫落的, 但是他最後不幸就是盲了。 一個人去到那個時候, 五十多歲盲了之後, 他有一種很強烈那種落葉歸根的感覺。 這種落葉歸根你可以想像的, 即是很希望在自己的土地裏面 度期餘生。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留在中國大陸裏面, 沒有離開。 留下了之後, 其實大家讀中國的當代歷史你都知道, 後面的日子其實就會很難捱了。 我們見到在譬如反右期間, 知識分子都是被毛澤東鬥到一塌糊塗, 很多人連性命都難捕, 以前一些大的知識分子, 很擁護共產黨的, 留下來之後結果遭受批判, 甚至是要自我批判。 譬如說很出名的馮友蘭, 譬如說肺巧通等等這些人, 都會在報紙裏面寫文章, 是批判自己的。 當時陳仁確一樣是被人批判的, 他是被劃分了, 是視他們是一個所謂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 他是很有社會地位, 因為他在歷史學界裏面是躁藝很深, 但這個學術權威是被視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 有了這樣的帽子劃分之後, 當然就很慘了, 即是說他無論是生活的待遇, 或者是平時會承受的政治壓力, 都會令他覺得是很難受的。 譬如我看他這本書的時候, 我見到他在很艱難的時候裡面, 譬如郭末藥去探問他的時候, 問他有什麼要求的時候, 他提出要求都是很卑微的, 他就說他想要有原稿子, 即作為一個郭寶級, 即你想到好像姚宗儀這些人, 郭寶級的歷史學家, 他所求的是希望有些原稿子, 讓他可以好好地去寫作。 你見到他有這麼壞的待遇, 是因為他拒絕, 即是說要屈塞, 要去到自我批判, 他一個真是切頭切尾的硬骨頭來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要進行他的研究工作, 都會遇見相當多的困難, 其實你看見他其後在中國裡面, 他能夠寫的作品, 最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論半生源》, 另一本就是《柳如是別傳》, 這兩個都是寫在歷史上面 兩個奇女子的遭遇, 他很喜歡是研究師, 通過研究師去做歷史研究, 所謂以師即是正史, 但這個研究雖然大家讀起來 都很有趣味, 但跟很多當時歷史界的人, 對他期望是很不一樣, 因為大家見到他精通這麼多古文字, 即是這麼多國家語言他都認識, 他應該有一個很能夠做一種 即是中西方比較, 古今比較的一種很宏觀的視野, 期望他寫的是譬如說中國的文化史, 中國的思想史, 但這些都在他無論是身體 或者他那個研究環境的限制下, 是結果模索做了出來, 只能夠寫了這兩本, 是有關兩個在當時裏面, 是跟整個世界, 即是跟整個社會的潮流很不一樣的 兩個奇女子的生平, 其實這個有少少都是將他自己, 一種在當時裏面那種憂傷的感覺, 寄託在這些人身上, 因為這些人在當時裏面都是很孤寂的, 都未必是世界了解的, 默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覺得其實他都是想將自己當時裏面, 這一種孤寂, 這種悲哀的感覺寄託在這些歷史的主人翁身上, 都都文化大革命那時他慘了, 他有時好彩, 你說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不止是眼睛盲了, 其後他還是跌跌了腳, 這是不是好不幸, 當然不幸, 但在政治運動裏面, 因為身體那麼差, 他又跌了腳又盲了, 所以結果有任何政治活動, 譬如批判大會, 要鬥人等等, 他都說我不出席了, 他就自己躲在自己的間屋, 因為他的理由就說, 我身體很差, 所以他是避過了一些這些令他覺得很難受的政治集會, 但他們不會放過他, 譬如好像陳靖郭教授, 他是有失眠的問題, 他們不給失眠約他, 讓他晚上好辛苦, 辛苦戰戰反則, 他們甚至怎樣呢, 在批判大會進行那時你不來, 他們就把他喇叭拉拉拉拉拉到他屋窗邊, 對住他的房間, 不斷用大喇叭轟炸他, 讓他聽見整個批判大會進行的情況, 所以他是飽受折磨, 最後他仍然無法避免遭受抄家, 他的文稿等等都被人摧毀, 他亦都被人進行人生的侮辱, 結果陳教授屈屈屈而終過身, 很多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了好像贖罪, 他去到安撫家人, 就是給了五百二十元人民幣, 作為一種好像賠償或者安家費, 是給他家人的, 一個這麼有名的學者, 有機會去海外過一個很自由的生活, 甚至可以做更好的研究, 他都放棄了, 留下了在中國裏面, 結果是這樣屈屈而終, 但雖然說他屈屈而終, 可能你叫他再做一次抉擇, 他可能知道給他看見後面會發生這些事, 以他當時的想法, 他可能都會留在樹, 他可能覺得我就是留在樹, 見證著這種政治上的醜惡, 文化上的衰敗, 都是他要做的事情, 這種歷史見證可能就是一個很強大的心願, 他覺得是無法抗拒的, 特別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雖然我自己想到, 真是無得說的, 究竟要留還是要去呢, 每個人只能夠搜索庫長去問自己,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你說是否陳人確就是很傻, 很蠢呢, 我看胡適, 胡適當時飛去南京之後, 真是飛去台灣, 然後飛去美國, 他一路就無真的在台灣的, 他一路去美國的, 雖然他一路很關注台灣的發展, 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 其實都是很尊重胡適的, 胡適當時他亦都覺得, 台灣應該要成立另一個政黨, 除了國民黨之外, 要成立另一個政黨, 他很支持, 譬如說雷真去做這件事, 但他自己就無真的捲入去, 在台灣裏面, 真是用力去推動這個反對黨的出現, 直至到他的同志, 在台灣被捕, 就因為推動這個反對黨的工作, 結果被判十年, 其實他都無用一些很強烈的方法, 去到批評這個國民黨, 當然是那些歷史學家說, 他私底下都做了很多功夫, 但我們見不到很強烈去批判國民黨, 其後甚至是接受國民黨的邀請, 回到台灣裏面, 是成為了他們中延縣的院長, 在一次的宴會裏面, 突然之間好像中風死了, 他晚年胡適, 亦都用很多時間, 只是做一些訓股、注釋, 其實沒什麼用的一些學術的工作, 所以是否說離開就一定是留下, 一定有意義, 你無可怕知道, 但有些人, 他們大家都是歷史學家, 他離開了很顯然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錢穆, 毛中三, 唐君毅, 如果他們不是說花果飄零, 走到來香港, 去建立新亞書院, 去繼續講學, 去發展新儒家的話, 中國文化那一支, 都不知怎樣可以傳承起來, 所以走有走的意義, 留下也有留下的意義, 這個都是要去問自己的, 真是沒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譬如我們再講1989年之後, 劉曉波, 劉曉波亦都一樣, 他當然是有機會是離開中國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法, 他甚至在一次訪問裏面, 應該是亞洲周刊的一個, 是否亞洲周刊, 我先看看, 他有一次訪問裏面, 他講解他為何不離開, 這個是自由亞洲電視台, 自由亞洲電視台這個訪問, 我讀給大家聽他怎樣說, 為何他不離開呢, 他說這種六四精英的大面積逃亡, 是造成六四後, 中國民間政治反對運動持續低潮的一個重大原因, 他說政府的高層只是一種外在的東西, 而民眾心中的道德英雄, 道德形象的崩塌, 對於普通的民眾, 港大運動的參與者, 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 發自內心深處的失望, 他們有一種被灑弄的感覺, 這種多年累積起來的, 那麼強大的道德資源, 那麼快就被揮霍光了, 這個是特別令人痛心的, 他就是帶著一個這樣的心話, 但是他覺得個個都走了, 黃丹也走了, 柴玲也走了, 吳爾開爺也走了等等, 那些民眾, 剩下的民眾, 會不會覺得被出賣呢, 他是這種心志留下來, 那麼留下來究竟有沒有意義呢, 你見到最後是死無葬身之地, 但是他也是因為這樣, 他代表中國人, 拿了這個諾貝爾和平像, 他也是通過這個道德的力量, 默默地支撐著很多人的一種抵抗意志, 並沒有忘記六四, 而且仍然帶著一種追求民主的心懷, 所以他留下來,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蠢, 死在中國的土地, 但事實上他實踐了他心裏想做的事情, 又好像天琦那樣, 梁天琦也一樣, 當時在魚蛋革命之後, 他有機會去美國, 他可以留下來, 但他都是回來接受刑責, 現在還坐在牢裏面, 但亦都是他這種願意紮根在這樹, 默默受苦, 你見到他精神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裏面, 他是感染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即是哪些人是蠢, 留下來的樹, 或者哪些人沒有用, 你這樣就走, 每個人我想都是要問自己去或者留, 究竟我自己找不找到一個意義, 自己有沒有一個答案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今日就講到這裏,再見。